如果让你自费800块钱给你拍一照让你写遗书 再给你举办一场葬礼 最后把你盯在一口棺材里躺10分钟 感受一把身临其境的死亡体验你愿意吗 在韩国一项名叫死亡体验馆的付费项目正在分明全国 虽然听起来很诡异也很阴间 毕竟哪有人会无聊到花钱找死 但意外的是选择付费下单的人不仅人数众多 而且连预约都经常排到半个月之后 其实这些民众也并非闲来无事人杀钱多 而是因为无法忍受高强度的生活和工作压力 想要通过一些看似极端 却又在安全范围内的方式给自己解压 而死亡体验馆便是诸多解压方式中效果最为显著的一种 整套体验流程庄严谦严肃 首先工作人员会带领顾客排队到照相处拍摄遗照 遗照的款式有统一的标准 16寸黑色木质边框 再配上八字形的黑色布画和黑色绸缎 瞬间就能把仪式感拉满 趁着打印照片的时间 一位灵魂讲师会给大家开一堂50分钟的心灵讲座 呼吁大家真爱生命远离自杀 紧接着工作人员会把夹着遗照和遗数的文件夹 逐一交给顾客 并给每个人派发一件兽衣和一盏长明灯 随后在一位阴间使者带领下 所有人排好长队 绕一条固定的山林线路走一圈 象征着走完人生最后的一段路 最终来到了所谓的墓室 墓室中早已为每个人备好了一口棺材和一张木桌 大家要看着自己的遗照 在棺材旁边用笔写下人生最后的一言 在周围哀悦和灯光氛围的衬托下 有的人奋笔疾出生怕遗漏任何心愿 有的人痛哭流涕深刻怀念自己的亲人 还有人已经双目呆滞 仿佛灵魂已经离开了肉身 遗书写完以后 墓室会开始最后的祷告 此时顾客得听从口令慢慢躺进棺材 工作人员会用白色绸缎绑绑住他们的双手和双脚 这是韩国葬礼上的传统做法 最后棺木会慢慢闭合 工作人员还会象征性中锤子击打几下棺材的边边角角 让顾客以为棺材被钉死 十分钟寂静等待之后 棺材被缓缓打开 灯光也渐渐亮起 大家慢慢站起身来 齐身鼓掌感谢自己获得的重生 经历过游生到死 在游死到生的短暂轮回之后 大家生活和工作的压力也被排解了一大半 除了自费体验死亡之外 在韩国自费蹲监狱居然也兴起了一股社会潮流 客人只需花18万韩元 相当于人民币1000块钱 就能体验到被警察逮捕 求车押运 以及关进牢房等入狱的一条龙斧 囚禁的时间为两天一夜 地铁围处偏僻山林众的私人监狱 手机要全部没收 牢房也得按囚犯的标准来配置 牢房是一间只有5平米的狭小空间 抛去马桶和洗脸池 能用来睡觉的面积更是小的可怜 然而就有这么封闭和压抑的环境 却有非常多的人争先恐后的交钱入住 甚至还有许多公司的老板 把他当作员工福利 请所有员工组队体验 其实和死亡体验馆这个项目一样 多人监狱也是韩国民众面对巨大的生活和工作压力 寻找的另一种解压方式 这座监狱位于韩国的洪川郡 创始是一位10年51岁名叫K-1的律师 事实上他本人并不缺钱 年轻时早已通过在职场里打拼实现了财富自由 但正是由于常年处于高压的工作状态 他深知压力造成的精神抑郁给人带来的伤害 于是他大手一挥 赤资17亿韩元 值人民币900多万 再住幽静的山林深处建了这所解压监狱 刚建成不久 他对这个项目也没抱太大的盈利期望 但没想到短短几个月之后 而且还没做过任何宣传的前提下 就有大机械人通过人传人的口碑效应慕名而来 这些人中大部分都是企业中的基层和中层员工 以及正在上学的学生 韩国巨大的工作压力和学业压力 导致全民内卷严重 尤其是职场和学校最为明显 对于他们来说 这座能短暂与世隔绝的监狱 反而是他们逃避社会的幸福场所 里面的关押手段 几乎和真实的监狱别无二样 内部总共有三层 隔断出了56个房间 一楼为入浴大厅和行政办事处 二楼和三楼则是客人的牢房 入浴前该有的仪式感也都有 大家要换上统一的球服 手机电脑等通讯工具全部上交 进入牢房后的一天一夜都不准出来 第二天下午才允许出门参加一些解压活动 史上没有了手机和电脑的羁绊 这些囚犯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 反而觉得收获了久违的自由 正所谓身体在监狱灵魂在天堂 他们会面对窗户自发做瑜伽 或者凝神冥想 把心中的烦恼和压力统统放空 这些看似很硬件的项目 之所以深受欢迎 是因为韩国正在面临史上最严峻的自杀危机 职场中十分内卷的工作压力 以及学校里高强度的学习压力 导致上班族和学生成为了抗压失败 而易于自杀最主要的群体 据2019年的数据统计 韩国平均每天都有50人 因各种原因选择自杀 自杀率位居世界第三 仅次于贵亚纳和斯维斯兰 这两国家 一个位于非洲 一个位于南美 都属于全球贫困国里的贫困国 也就是说 韩国是所有发达国家中自杀率最高的 比美国和日本的两倍还要多 别人都是穷到吃不起饭而自杀 但韩国的民众 却是鲜有的压力大到主动自杀 眼前这座位于韩国首尔的麻布大桥 便是一座人尽节制的自杀大桥 这一座桥不仅是连接着马浦区和永登浦区的交通交道 更是连接人间和地府的灵魂通道 每隔两三天都能从监控画面里 看到许多年轻人从桥上一跃而下选择亲身 有身着西装打工足 有感情失败的家庭妇女 甚至还有考试失利 被老师和家长打骂后的学生 为了防止人们想不开 从2012年开始 政府就在大桥的护栏上 每隔5到10米贴上了正能量的标语 比如多想想你的妻子 多想想你的孩子 多想想你银行卡里没花完的存款等等 然而不贴还好 自从贴上标语之后 来这里了结生命的人却皱增了六倍之多 麻布大桥已从此背上了死亡之桥的别名 其实这也难怪 一个压力三大打工足看到标语之后 瞬间回想起老婆跟人跑了 孩子还不是自己的 最主要的是银行卡里还是负数 每走一步就被扎一次心 本来还不想寻死 但看完之后可能立马就想求死 除了上班族和学生以外 韩国自杀率最高的群体 还有许多老无所义的独居老人 韩国愈发严峻的老龄化问题 导致许多老年人只能在偏僻的郊区独自生活 年轻人迫于生计都去城市打工了 而他们只能靠社会的养老福利勉强度日 据测到2050年 韩国的老年数量占比将达到40%以上 他们丧失劳动力之后 就只能靠拼命打工的年轻人 创造社会价值反哺他们 而许多老人则因为生活无法自理 也没人赡养 只能选择结束生命 或许这就是社会高速发展带来的一场死局 最终承受其痛的 就是那些正在拼命奋斗的年轻人 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纵使效果再好的解压方式 也只是一种饮症止渴后的徒劳 好了 喜欢别人的影片点赞关注和评论 牛猜掌带见是更大的事件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